在铁木真出生十六年前 他的先祖安巴海便被金国皇帝钉在了墓驴之上 对于恩仇必报的蒙古人来说 即使握断了十个指头 磨掉了十个指甲 也要洗血这个奇耻大乳 铁木真尊为成姬思汗以后 首先便把苏鲁定长枪指向了金国 铁木真尊为成姬思汗以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臭函 阿拉赫皮鸡 富涵 妈妈和奶奶都好吗 都好 和大恩姑姑好吗 好 哥哥们都好吗 好 你怎么不问问我好不好 我都看见您了 还问什么 调皮鬼 富涵 这次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你想吃什么 寒羊 飞龙 添了羔羊 小乘猫 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我的吧 美得你 那是给金国的碎帝 这么多好东西给金国多可惜 金国皇帝是主子 我们是臣民 就得年年进贡 碎碎来朝 那您为什么不当他们的主子 当他们做您的臣子 向您年年进贡 碎碎来朝 你看我这个女儿胃口多大 金国金年 接纳税币的钦差 已经到了靖州多日了 皇上委派的是什么人 听说是完颜有机 真海 你知道此人吗 他是个出了名的绣花枕头 这种人怎么还受皇帝的重用 他是金世宗的儿子 当今皇上的叔叔 皇上怕皇叔们篡位 先后把郑王赵王都杀了 唯独这个魏王要闻没闻 要武没武 优柔寡断 软弱无能 对皇上绝对没有威胁 所以才得以宠幸 大喊 大金国皇帝派了这么一匹猎马 您就不必去了 连我给他下跪 我都觉得扫子话 我要亲自去看一看 好好看一看我的对手 我也去 什么事也少不了你 我都不愿意 轩 蒙古部 扎五体狐狸铁木针等禁剑 不让进 王爷还怕看 骆骆在寿 架子还不小 你们在外面等着吧 是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参见魏王殿下 听声赐座 好 殿下 这是蒙古部今年碎币的清单 让他们到管义去休息吧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告退 什么大蒙古国 谁封他的成吉思汗 这清单上勾勾勾勾的 是什么字 据说这是铁木针新创意的文字 他见我为什么不下跪 殿下 您刚才就应该指责他的傲慢无礼 我回中都就要奏铭皇上征讨这个该死的铁木针 霍涵 这个魏王隐忌太好玩了 他回京告一状 经过皇上兴师问罪 那就不好玩了 当君皇上病魔缠身 好景不长 怕没心思打仗了 中原的好东西还是真不少 这才是边关小镇 往南早要比这繁华复数的多 到了金国的中都更是富力堂皇了 是吗 中原还有很多的能工巧匠 木匠 铁匠 瓦匠 银匠匹匠 小炉匠 造纸作坊 印刷作坊 纺织作坊 洗染作坊 炸油作坊 反正五行八座三教九流七十二行 全了 干什么的都有 总有一天我要打金来 把能工巧匠都抢走 把财宝金钱 灵窝绸缎所有的好东西都搬回草原去 傅涵 您只抢东西 不想当中原的皇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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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父老乡亲请上演吧 这几个蒙古人个个身强体壮 能挑能抗 会赶车会放木 五十位一个 谁不怕偏谁就来买 有没有要买的 有没有 这太过分了 我全要了 好 他全要了 全给他 谢谢大汗救了我们 我们宁可做蒙古人的奴隶 也不愿意做金狗的牛马 你们是怎么落到他们手里的 是金兵到草原抓来的 为什么 从金师宗在位的时候 就发布过简钉之令 每三年派钉到草原各部 绞杀蒙古的青壮年 把抓来的妇女和儿童拍卖为奴 你们被掠来几年了 几年了 跪下 一个蒙古勇士 宁可去死 也不能任人像畜生一样卖来卖去 你们给蒙古人丢尽了脸 大汗 我想过死 可我的哥哥为大汗打他那二人的时候战死了 我家里还有一个无人奉养的母亲 让我放心不下 你们呢 我们要活着报仇 我们四个七年里转卖过金国北方十几个州 往草原上跑过三回 就盼着有朝一日随大汗打回来报处血恨 带他们住下 你们去找吧 谢大汗 你们跟我走吧 傅涵 你为什么不立即发兵攻打中原 让金国的皇帝也给您进宫称臣呢 不可 我等着您回来 等着吧 孩子 我会回来的 带着蒙古十万铁骑 带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一定回他 一定回他 参见成吉思汗 免礼 富汗 这位是卫拉首领 呼都河 这次多亏他率先影响 而且不辞辛苦地说服林中各部 儿臣才顺利地完成收复林中百姓的使命 多谢呼都河首领 这位是图玛布的首领 塔尔昏夫人 夫人英气勃勃 一看就是女中豪杰 这位是齐尔吉斯首领 这位是巴尔湖布首领 欢迎你们 我也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霍尔赤万户 以后就是林沐中诸布的统帅 希望你们像贝加尔湖水一样融为一体 共同守卫大蒙古国的北方疆土 全帐各位大力协助 酒宴已经准备好了 请各位首领入席 各位首领 请 请 请 大汗 我那三十个美女 可以去挑选吗 我看她是婚夫人就不错 各位首领怠慢了 好在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到了家里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 秋天我从中原带来了许多绫罗绸缎 和金银珠宝 还有瓷器茶叶 全部赏赐给你们 谢成继次寒龙闻 呼吐河 你先别谢 没你的份 呼吐河 你对大蒙古国立了大功 金钱骏马都不足为报 我愿意将小女阔阔肝 嫁给你的儿子 好 谢成继次寒龙闻 呼吐河 我们都是庆角翁了 不必行此大礼 先来坐下吧 谢大汗 大家愣着干什么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包括你 塔尔昏夫人 谁不喝躺下 谁就不是真心跟我铁木针交朋友 来 喝 喝 喝 干 干 大汉 金国使者高机卫来了 让您实力之外跪接新军诏书 好 来 蒙古部 扎乌替狐狸铁木针下马皆指 请问上国使臣皇上死了 大型皇帝驾崩 嗜好张宗 这一回是谁当了新军 张宗吴后寺 群臣奉遗诏 共立皇叔魏王永济为新军 谁 魏王永济 那个绣花枕头 我以为中原皇帝一定是天上人才能作德 原来是这样的庸诺之辈 秀得放肆 下马戒指 明安将军 这个铁木针怎么这么粗鲁 这么胆大妄为 天之骄子 回中都 大汗 你决定了 决定什么 南征金国 你怎么知道的 你赶走了金国皇帝的使臣不就等于跟他宣战了吗 叶隋 你说我能打赢吗 你能打赢 是吗 如果打败了 我这大半生的工业就全都完了 您一定能打赢的 你知道吗 金国建立了一百多年 人口比我们多四十倍 军队多十倍 繁荣富庶 兵枪马壮 可他都一百多岁了 太老了 你怎么知道 你忘了我们塔塔尔人臣服金国五六十年 当初阿古达起兵反对辽朝的时候 攻进汴梁 活捉大宋国 清晖二宗的时候 不过几万人马 却战胜了宋国的几十万大军 而现在的金国 就像那时的辽宋 已经养尊处优 贪图安逸了 完全丧失了披肩治瑞的军威 变得不堪一击 而我们呢 我们刚刚建立了自己的韩国 草原上有句俗语 先长出的耳朵 不如后长出来的鸡脚坚硬 更何况 金国又有魏王这样一个 庸落无为 轰溃无比的皇帝呢 我也正是这么想 您是在考我吗 不 我需要印证 这毕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大事 千户苏布台奉赵面剑成吉思汗 进来 大汗 您找我 林木中卧义部首领胡都和说 密尔弃部的托黑托阿和胡都父子们 还有那个太阳寒的儿子驱出律 又纠集了奶蛮和密尔弃的残部 大约两千多人 盘踞在耶尔地石河一带蠢蠢欲动 两千多人能成什么大事 不 两千人对十万蒙古大军来说是不算什么 如果对两千留守沃尔朵的蒙古军队来说 就是很危险的敌人 大汗要难争 对 我这就去马脱黑托阿驱出这两千人马 变成胡头鬼 好 由我的新庆家胡都和给你带路 我等着你消除后顾之忧之后 就带着你去会会金国皇帝 是 大汗 博尔士 你在这干什么 大汗 塔尔婚夫人的事 您是不是忘了 没忘 不仅你现在不能娶塔尔婚和三十个美女 我还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远嫁到北加尔湖去呢 这是为什么 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像夜空一样宁静的北部边疆 美女的事你先等一等 这样你先回去 这事以后再说 好 大汗 您还认识他吗 是去年秋天在靖州城里买回来的朵袋吧 正是被剑如蚂蚁般的小人 找到你母亲了 是大段使官在千户册上查到的 可敬的母亲 可怜的母亲 你受苦了 大汗 我们母子一辈子也报答不完您的恩情 不 您的大儿子是为我战死的 可我却保护不住您的小儿子 让他被女真人抓去做了七年努力 受尽了折磨和羞辱 我对长生天发誓 我们要用我们的刀剑带来的惩罚 警告一切为非作呆的人 这一天不会救援的 多待 好好孝敬你的母亲吧 我说 我们这样像老鼠一样藏着 也不是长久之计 唉 有什么办法呢 我和田无珍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他越打越强大 我总不能带着这样的队伍去消灭党了吧 当然 可我们这些人足够同他逐个部落的争夺林墓中的百姓 只要我们得手 我们将会有几万人的马队和北方大片的江头 在铁木针的背后插上一把刀子 棚木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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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马 快下马 走 棚木针来了 棚木针来了 快跑 警部군 快跑 快走 你把这副像金字的马龙头扔到营地里去 做什么 派人远远看着 把路过的人 不论捡与不捡的人都给我抓起来 是 去吧 是 一天之内有四个人经过 可是没有一个人捡起马龙头 是吗 他们在哪儿 在段氏观大帐里 走吧 咱们去看看 你是不是没看见地上的龙头 看见了 不知道 不知道它很贵重吧 知道 那可是香了金字的 那你为什么不捡 不 我可不敢 大扎三零上规定 十道东西不归还原主 就是偷窃 偷窃是要杀头的 你为什么不捡 因为我有一个龙头比这个更好 那是从奶蛮人打仗的时候 因为我表现勇敢 千户掌分配给我的 你呢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 不 可我下次打仗会得到一个比这个更好的 好 有志气 你呢 我不仅是因为那个东西不属于我 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是可耻的 哦 我还听说 有一次 朱尔奇首领Sachabitch的Nucker 偷了一只马龙头 大喊大发脾气说 您平生最恨偷盗 因为我们的吃穿用 是靠辛勤的劳作 战场俘获来的 偷盗者既不流血也不流汗 而轻而易举的将别人的血汗 据为己有 对这类黄鼠狼乌鸦 我们只有一个处置的办法 杀 好 实际糊涂过 原来我担心 只有两千人留守三合源头 是不是太少了 以后这样路不时宜的后方 我还怕什么 大喊要讨伐金国了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四十多年了 公元一二一一年 成吉思汗四十九岁 开始了对金国历史十二年的 讨伐战争 慢慢有 太多了 ester 走 大汗 将士们伤亡很多 就是攻不下他们的城墙 去 大汗 你看 大汗 我们的马根本上不了他们的城墙 有多大的劲儿 你使不上 你们等着看 我就是要让我们的战马上他们的城墙 上他们的城墙 高一点 快点 快 快 准备 准备 准备分我离职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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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移动 放火 作詞・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海 富函 您看 从这里往前的路上草丛里全洒满了这种东西 战马不能前进了 什么东西 是铁吉利 谁手福州 胡杀胡 富函 这是什么战法 这叫懦夫战法 他是被我们吓坏了 把铁吉利捡起来留着 做什么 铁吉利能扎伤我们的马 也能扎伤金兵的马 绕道前进攻下福州城 西京留守胡杀胡接旨 万岁万岁万万岁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西京留守胡杀胡出师无虑不战先退 贪生怕死 丧君失地 其罪当诸 则令胡杀胡镇守福州 代罪立功 若再有闪失 两罪并罚定斩不赦 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万岁 York 加上 快让 快让 富汗 福州城的城墙 比善州城的还要高还要厚 是不是填了土在上 不成 这里不像塞外取土困难 可是这么强攻伤亡太大了 得想办法把敌人引出来 胡杀胡会那么听话吗 那就看你们败得下不下了 好 我明白了 多带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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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们 为国礼工的时候到了 冲中军 捕捉铁木阵 捕捉铁木阵 人家弄 Fl였装 .'厉害 狠立 爹 爹 爹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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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公元1211年7月 蒙古十万铁骑分兵三路 进攻金国 成吉思汗与哨子拖雷 一路连下昌州 善州 福州 这边耶律阿海 一路齐西乌越营 占领乌沙堡 朱赤查德台 波波台 一路攻占了云内东盛文殿 同年八月 成吉思汗包围近西京大藤 首将胡沙虎不战而逃 西京陷落 使金国朝野震惊 列祖列宗 蒙古人杀来了 还不到一个月 连下我大进北疆的数十个州县 西京也失守了 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有的是降军败将 缺的是卫国忠良啊 当年无往不胜的女真铁骑 不复存在了 当年如完颜无珠那样的英明统帅 没有了 没有了 让我拿什么去阻挡铁木针的进攻啊 列祖列宗啊 皇上上京留守图善义率兵两万入位中都来了 是复杂的 涂扇易 此人是女真状怨 颖悟绝伦 她率兵入位 定有退兵两侧 列祖列宗限令了 完颜尚书 快让涂扇易到后宫来见 尊致 臣屠善意护驾来迟 请皇上书座 快起来 蒙古人今年二月起兵 越过了大漠阴山 汪谷部早就投降了铁木针 靖州变成了蒙古人住下的牧场 我们的边防官员竟毫无所闻 等十万蒙古人每个人带着四五匹 镖匪体壮的战马打过来的时候 那些锦衣玉石的将军们只知道逃跑 至今西京留守胡沙虎不知去向 屠善意 你能替寡人枉狂澜于祭岛 扶大厦至江青吗 皇上 刚才陈相完颜成辉尚书又丞相说过 我大金精兵百余万 而铁木针不过十万之重 无论如何不应该出现目前的局面呢 是啊 朕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你说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铁木针很会用兵 圣上请想 自开战以来 我们的百万大军是分散在无数城池防守 比以锯攻散 少数就变成了多数 而我们以散欲锯 从多数反而变成了少数 于是被蒙古人各个击破 怎么能够不败呢 对 有道理 哎呀 你这几句话 使我茅塞洞开呀 土山医 皇上 朕封你为丞相 替朕图谋 退敌之策 谢主隆恩 起来吧 快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退敌 臣兵三十万于野狐岭 十五万于宣德已为侧营 以铁木针决战 好 令完颜九金为帅 完颜万奴为监军 定靴为先锋 赶赴野狐岭 完颜狐沙助手宣德 随时为完颜九金之后继 朕要以四十五万大军 一举歼灭 达大人 遵旨 遵旨 军师 离野狐岭还有多少路程 不远了 就在前面 元帅 铁木针新破了福州 正在分配缴获的财物 木马于山历之下 戒备松弛 消息闭塞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地派至骑兵偷袭 定克中创达的人 对野狐岭决战将大有好处 不 铁木针很狡诈 这也许是他的诱兵之计 我可不上这个当 明安将军 元帅 末将在 你出使过蒙古部 我派你再去一趟 问问铁木针他为什么有无端兴兵以下犯上 小于他皇恩浩荡不咎既往 迷途之返早早退兵 否则我天兵一到 御时俱分 朱儿 且慢 元帅 兵者鬼道也 我军刚刚出使就派使者前往 岂不等于向敌人通报我军的意图吗 万万去不得 我蜿蜒酒精是堂堂的大金国元帅 不是蜀妾狗头之辈 明安将军 你去吧 朱儿 朱儿 当地的翠雪君 在 快去查看一下 是什么人惹怒了长城天 走 走 怎么回事 乃牙将军 是这个人在河里洗了衣服 是朱儿 是朱儿 有证据吗 就是这件衣服 朱儿 你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大扎萨令吗 知道 不 我不知道衣服脏了为什么不许洗 我在中原经常在河里洗衣服 混账 看你把长城天都惹怒了 胡丞相 你是断食官 你来处置 朱儿 朱儿 你听着 大扎萨令规定 不准在河里洗涤衣物 不许把尿撒在河里或者燃烧过的灰烬上 严禁跨火跨桌子跨碟子 由此惹怒长生天引来雷霆者 处死 你听明白了吗 朱儿 朱儿 你还有什么话可留下的 将军 我 你是怕死鬼 不 我不怕死 我只是觉得死的不值 把他夹起来 有营之后 看头 好